接下来左右两股分别向前折压90度后再套住叶梗 一直照此编下去 蚂蚱的肚子已经出具出形 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套折 斜向剪齐余下的叶片 均匀三等份 将前面的两股交叉插入叶梗套里 拉动叶梗 这样就形成了蚂蚱的两只触角 现在蚂蚱的模样已经很像了 这是躯干 这是触角 这里将来编成四条前腿 编前腿时要注意 右面第一根与左面第二根 聚在一起 并且拉紧 只有这样 四条前腿才会向外伸展 如果前腿太长 可以剪掉一段 使之与躯干的比例协调 接下来编后腿 左手夹住翅膀 将先前添加的棕榻叶打折 寄扣 寄扣的方向要正确 导正蚂蚱腿向后身 编到这里 整件作品已经完成了90% 接下来从躯干中间穿一个小孔 把叶梗拉过去 方便大家拎拿 最后一道工序是做眼睛 在头部位置 缝上一段红毛线 剪断 至此 一只蚂蚱的全部编制环节 就介绍完了 为了方便初学者学习 我们总结出这样几道编制工序 起始边躯干 中间折四肢 最后缝眼睛 采用类似的编制方法 还可以制作螳螂 编制技巧与蚂蚱并无二致 只不过工序要复杂一些 编好肚子以后 挑选最宽的棕榈叶 披开 包裹住螳螂的肚子 将叶梗直接拉回来 左右两股套过前面的叶梗 第二次再套时 连同先前剩余的棕榈叶 一起打折九十度厚 套过叶梗 下面来编制脖子 瓶成三份 宽窄要适当 将最前面的两股 打折九十度厚 套叶梗 拉紧 螳螂的脖子很长 所以必须添加棕榈叶 按相同的方法 继续套下去 编脖子时 要一边编一边调整 叶梗短了往外拉 反之则往回收 脖子长短合适后 停止套折 将剩余的两股棕榈叶打结 折出螳螂的两只前足 人们喜欢称其为铁钳 接下来使用两根火柴做眼睛 用力拉紧 越紧越好 将火柴固定住 选一片宽窄 选一片宽窄适当的棕榈叶 包裹火柴 缠绕出螳螂的三角形脑袋 螳螂前半身的编制工序相当复杂 需要一定的耐心 接下来从肚子侧翼将两条腿插上去 然后把另外两条腿 从第二节处穿孔插过去 分别打结 弯折四条腿